那么现在棍树比赛呢 还剩最后的两位选手 中国选手吴兆华和韩国的赵生才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吴兆华 好像有一个 刚才这个队员机体处长亮相的时候 是孙培元上的场 难道是吴兆华在后场热身 孙培元替他上来亮了个相吗 漂亮 有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空中旋子 加转体 吴兆华是来自江苏 去年全会预赛长拳刀术棍术的全能冠军 吴兆华是98年9月2号出生的选手 再过几天就该迎来自己20岁的生日了 吴兆华是来自中国的江苏 他的总教练是王振田 用王振田教练的话说 这个吴兆华的脚踢导弹 是全队出了名的 从15年开始 吴兆华开始渐渐的担当起的 这个队中的这种大任 成绩也是提升的非常快 而且越来越稳定 9点76 9点76 确实目前维持本期安运会上 50套路比赛当中 我们能够见到的最高得分 两项加起来